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 我们向大家介绍当医生们发现 周恩来离患网光仪行上皮细胞感时 毛泽东要医生们要保密 不要开刀的四条指示 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 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 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 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 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 如果在他身后带头发文革案的话 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 一呼百应 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 根本不是对手 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 让人感到其中安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 做每个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 偶然发现 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 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 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 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 密鸟重流专家 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 确诊周恩来罹患 绑光仪行上皮细胞牌 因为事关重大 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 随即派人听取天津 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 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 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 开会进行讨论 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 并变上再早 七 如及早进行治疗 有8% 90%的治愈率 而一旦错过时机 发展成晚期绑光癌 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 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 详细叙述周恩来的病狂 强调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语言 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 实际上 绑光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 结果只有灯死了 医生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等待中央批准 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 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人员的治病方案 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 然而 毛泽东的表态 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 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 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 第二 不要检查 第三 不要开刀 第四 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反光癌是致命的 因此 对毛泽东和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 要直接写戏向毛泽东陈情 却遭到了 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下足 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 让他们先稳住 强调 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领的 说 你们要听主席的 要跟主席的思路 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 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 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变拖延下来 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时机 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 觉得没有尽在自己的责任 不过 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 明白着把周推上死路 时至今日专家们仍然三贤其口 大陆中共官方更是会莫如深 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 损及毛的伟大形象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 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量检查的结果 避而不谈 却无法瞒过他本人 频繁的查鸟 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 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 他就自己动手去查鸟细胞学一类的医书 了解有关医学常识 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 只不过 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而1956年 江青得子疯癌时 毛亲自在一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江青的病情 说 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 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 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 由于可疯大夫陪同江青 去苏联进行股六时放射治疗 毛并请医生们在一年堂吃了一次饭 江青的癌症被完全治好 在罹患癌症以后 周恩来知道 自己已经来日无多 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得这种地步 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 他本人也难辞其咎 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 如果不顺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 就是在中共党内也将无法交代 实际上 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 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比如 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 而没有对贺龙的问题说一句公道话 致使贺龙死亡一事一直心里有愧 又如杨 于 傅事件 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搞出来的 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 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 更让周感到不好交代了是 当年被朱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 在林彪事件之后 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 无法掀的材料 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诚死 周知到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 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 被拆得欺凌挖落 溃不成军 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是一个重新整合中共高层的机会 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 一旦重返工作岗位 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 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当然 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道次 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形势 他尽量扩大毛 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 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 这年四月间 陈正仁 曾山 这两个靠边站的部长 因无数投医 就职不力 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 其中曾山虽然曾经帮毛泽东在红军内部打AB团 杀人无数 但仍然在文革中受打击多年 在与老友重聚时 因一吐心中的愤懑 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 曾二人当年曾身 加过中共井冈山时期的活动 而与毛所熟失 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 根据周恩来的布置 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中共老干部做了体检 军队系统对军以上人员也照此办理 其中 有很大一部分 是从牛鹏户外地的武器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 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 重新安排了工作 不仅如此 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 为解放干部造舆论 四月中旬 他布置人民日报社 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 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 不过 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 兼顾政治上的平衡 比如 在这篇社论中 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 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 其实 原文并非完全如此 而是经过删结的 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时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 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圆华的为政之道 由此可以略见一般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 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 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 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 实际上 他这种名修占导 按住陈仓的做法 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 经开始在做了 周恩来深知披索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 很容易犯记 触到毛泽东的痛处 为此 他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 在政治上站稳脚跟 把诸如极左思潮 就是行左时诱 极左思潮不劈透 又轻又会起来一类化妆变其中 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 而且 尽量打着毛的旗号形势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 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 他很清楚 批极左这把火 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 即使是像周这样咄咄闪闪闪的高法也不行 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 便亲自臭马 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身居简出 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 证据嗅觉十分敏锐 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 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 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一辙 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 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 曾把他这种内心的引诱 像张春桥 姚文元 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 表示不再诚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 唯一之论和空投政治 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 对周恩来批极左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 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做出某种限度的松动 现在 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 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 毛泽东是个关于玩弄权术 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 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 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 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 一将清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